社区大学入股分校举办校议文学群联合成果展 现场展出班员们在课程中所学到的各式艺品 学员们透过生动的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这一次我们是一家人大家一起来的社区大学成果展的活动 总共有九个班别的学员来参加 展现出他们最优秀的作品 尤其今年在我们南投县长林明珍县长的一个大力支持下 我们不只是有过去一个课程的延续 还有新开了许多的课程 例如说茶食或生活陶逸 以及无读手工照等课程 所以这一次的成果内容相当的丰硕 活动中展出许多学生的作品 包含书法手工艺等 许多学员共襄盛举场面相当热闹 设大的书法班开的从10年到现在已经开了45年 那陆续的学员都陆续在增加 那他们都在快乐中学习 我们不能够说最好 但是我们会办得更好 写书法可以沉浸心情 我们自己的心情平静 慢慢的能够静下来是现在人最需要的 长期关心地方生活的议员许素霞 也鼓励家中的长辈可以多参与此类的活动 以让社区老人身心都能更健康 学习更多元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陆续分享 我们的设大成果展 现状有我们的书法班 有我们的拼布 还有我们的手工肥皂及插花等等 所以今天在我们六国图事馆 今天非常流行 送话在这里非常感谢 南岛管理政府明年 可以变三千多万 给我们各个村里面 各个乡镇里面 来办理我们的这种设大的学习 我最幸运人士活到老学到老 利用晚上的时间 在我们最早的 我们的学校里面 就有这些社区大学好 所以这点我感觉也非常欢喜 所以设法本来 我也参加我们的书法班 所以在这里也呼吁 我们这些社区的乡亲 如果有想要最好的一个课 在各个乡镇 各个学校里面 他们都有开课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吧 家中长辈诺事 经常到户外与人接触交流 必定会大大提升 生活上的品质及乐趣 议长和身丰 肯定社区大学的用心 也鼓励想学习的乡亲 加入社区大学 学习更多元的课程 民意新闻红一圈 路股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导